大家好,这里是汪哥说电影,我是弟弟,我们今天来看一个惊悚电影《大白沙》。 电影开头,一男一女在海边追逐嬉戏,女孩率先下了水,结果被水下的怪物拖走。 很快警察就在海边找到了女孩残缺的尸体,警长猜测是鲨鱼袭击人类,于是准备下令封锁海滩。 可凭借海滩营业的市长不乐意了,不就是死了一个人吗?哪里有这么严重?而且根本就不确定有没有鲨鱼。 一旦消息传出去就会人心惶惶,警长迫于压力没能封锁成功,但很快海滩又出事了。 一群孩子在前海滩上玩时,一个无辜男孩被鲨鱼袭击,这下警长和市长终于决定要封锁海滩,但是以海为生的群众并不乐意。 就在众人声讨市长时,一个帽子书冒出来说自己是捕鲨鱼的能手,只要市长付他一万美金,他就可以帮忙杀掉鲨鱼。 市长决定先封锁海滩再考虑这个问题,第二天人们自发地开着小船带着肉饵和炸药出了海,很快他们就炸死了一头鲨鱼。 就在众人都以为事情就此了结的时候,鲨鱼专家告诉他们,这头鲨鱼的口齿和死者身上的伤不符合。 很显然,真正的罪魁祸首还没有落网,而之前受害男孩的妈妈也来责怪警长,因为她的隐瞒让男孩无辜送命。 警长因此陷入自责,晚上警长和专家去海上巡视,竟意外追踪到一条被撞烂的船。 警长冒险下水查探原因,在船的窗口发现了一颗大白沙的牙齿,这证实了海底的凶手还在逍遥法外。 警长和专家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市长,但市长以国庆日为由拒绝了关闭海滩的要求,没办法,警长只好增派人手保护海滩。 警长不放心,让大儿子带着朋友们去海湾划船,就在众人开始放下警惕,下水游玩时,鲨鱼再次袭击了人群。 人们一晃而散才发现鲨鱼是两个小孩假扮的,而此时真正的鲨鱼游进了警长儿子所在的海湾。 警长夫妻俩都被吓个半死,虽然儿子只因为惊吓晕了过去,但又有一人被鲨鱼袭击丧生,市长终于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他答应用一万块美金请帽子叔捕杀鲨鱼。 很快,帽子叔就准备出海捕鱼,海洋专家和警长也一起出行。 但帽子叔和专家怎么看对方怎么不顺眼,毕竟一个是学院派,一个是实践派。 他们在海面上洒满了肉饵,帽子叔用一根巨大的鱼竿来钓鲨鱼。 好不容易鱼儿上钩了,却因为专家和帽子叔在捕鲨鱼上的意见不同,而错过了最佳的捕鱼机会。 警长再次撒肉饵的时候,鲨鱼终于浮出来吃饵,露出了真面目。 鲨鱼的体型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巨大,帽子叔立马用绑着浮筒的铁叉射中了鲨鱼。 追着浮筒到另一边海域后,鲨鱼就消失了,现在他们要做的就是等浮筒再次出现。 经过这一次合作,帽子叔和专家开始相见恨晚,两人津津有味地讨论起各自身上被鱼咬过的伤疤。 无意间讨论起帽子叔的过去,原来他曾经是美国军人,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沉船遇见了鲨鱼。 一千落水军队,最后只有三百多人获救。 三个人越聊越嗨唱起了歌,没想到鲨鱼趁虚而入,袭击了他们的船,好在几人及时发现异动。 第二天,他们发现浮筒飘了上来,鲨鱼也正式向他们发动攻击。 警长一看,危险,立马准备打电话求救。 帽子男却将电话线打断,军人的尊严不允许他求救。 他们用三个浮筒困住鲨鱼,鲨鱼没办法沉下水,但三人也拿鲨鱼没辙。 眼看着船里的水越漏越多,几人最终决定将鲨鱼引到岸边。 但船开到半路上彻底熄了火,几人只好另寻他法。 他们利用专家出发时带来的工具,将专家放下水作为诱饵,准备用人工去刺鲨鱼。 结果,笼子被鲨鱼咬破,专家也躲到了岩石下面。 鲨鱼又转头攻击破败的小船,帽子叔因为逃跑不及时,成为了鲨鱼的副中餐。 接着,鲨鱼又去袭击警长,警长塞了颗鱼雷到他嘴里,然后爬上微竿一个劲地射他。 终于把鲨鱼嘴里的鱼雷给搞爆炸了,鲨鱼也变成了生鱼片。 这个时候,专家出来了,两个人载着胜利的喜悦回到了海岸。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成功还是要靠科学技术的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,咱们下期见。